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张园上演 是古今对话 也是城市互动 古老神秘的面纱即将再次揭晓 今天的下一站 我就会带大家沉浸式体验 这次奇幻嘉年华 看一看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下一站的观众对逛展绝不陌生 那这一次的光影展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展览叫古蜀幻梦 没错 这次展览也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 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荣媒体中心 共同策划 然后联合为观众呈现的 这样的一个沉浸式主题的展览 主要也是以一个梦境作为主题 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三星堆持张柜座人像 这也是我们从三星堆博物馆那边 带出来的一些工艺品 然后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氛围 续听中两个持张柜座人像化身引路人 带我们在光影交错中开启梦境 那么我们一个圆形作为文章戏 那它也是我们 因为眼睛作为不同文化当中 都会经常提到的一个崇拜的符号 那么我们这次也用这种方式 然后展现三星堆文明的一种 对眼睛的崇拜 是瞳孔也是眼睛 对视的那一刹那 仿佛跨越了千年的相遇 敬畏与震撼瞬间席卷了我 这是我们的一个太阳轮的造型 既象征了眼睛 瞳孔 对 同时也是太阳的造型 没错 因为太阳崇拜也是三星堆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崇拜类型 因为我们是觉得 当我们从大力人的瞳孔当中 进入他的梦境 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事情 那么当整个的循环结束之后 我们会开启整个关于瞳孔 以及梦境 以及日落的一个异象表达 现在是我们准备进入他 是的 同时进入他的梦境 没错 现在我们在整个圆盘的中间 是做了一个全息投影的装置 那么现在在中间 就是我们三星堆的一个太阳轮 全息投影的真实与震撼 是没有办法在平面画面中表达的 此时的我陷入大力人的瞳孔里 入梦了 太阳陷落 群星闪耀 那现在刚刚落日之后 现在就像进入了一个星空的感觉 大力人出现在梦境尽头 那这个大力人也是跟馆里面 一比一的一个工艺品 它馆内高2.62米 那这个也是高2.62米 那这个太阳轮也是金铜铸造出来的 也是和馆内一比一一样大小的 大力人和光影展 古属文明与海派文化 原本没有交集 却在今天的梦境里合案为一 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 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个展览 因为去年我们做了金安区的整个国际光影节 那么今年我们希望说 在这样的一个光影节当中 用光影秀的这种方式 和整个光影节产生一些联系 同时我们之前跟三星堆博物馆 也有很多的联络 那么在一次奇迹之下 三星堆博物馆提出说 他们想做一场比较有别于传统的光影秀 那么我们也是作为上海电视台中文体中心 也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符合我们海派文化 或者是符合一些 现代艺术的一些表达方式 那么我们一拍即合 决定做一个这样子一个展览 从属地到户上 从博物馆到电视台 大力人带着三星堆的特有文化来了 三星堆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物 有青铜纵目面具 青铜代观纵目面具 鸟族神像等等 造型上都突出了眼睛的比例和形状 此外还出涂了很多眼形器 从目前文物发掘和研究的情况来看 都表明眼睛崇拜 是三星堆独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崇拜不仅体现在文物造型和神话传说中 还深深根植于古属人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次的光影展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从三星堆的文化符号中 提取了眼睛这个元素 从而让整个场景氛围 都渲染成为目视下的互动空间 通过对三星堆眼睛崇拜的感受 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 古属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底蕴 深厚的底蕴有了 学习投影则让我们体验到了 这次展览的独特魅力 在整个过程当中在落地的阶段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法国团队 是法国团队 对 没错 没错 那么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 法国有一个里昂的东方节 那么法国在光影方面 还是非常地有一些先进的经验 我们也希望可以引入先进经验 到我们中国和上海来 然后成为我们整个光影展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部分 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下这个法国主创吗 当然可以 可以 原来这个展不仅齐齐了古今 还汇聚了中外 法国的艺术与三星堆的神秘 在海派的上海联合上扬了一场好梦 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空间 然后这里是进去那个大理人的梦 我们通过了灯光 声音 扣音 喘息 把观众带到一个梦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在大理人的梦当中能看到什么呢 应该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 第一个是感受到它的神秘 一些三星堆的一些文物碎片 透明的管道里面会出现三星堆的很多的文物 它是碎片的过来 然后慢慢合成 因为出土的时候 这些文物可能都是碎片的形式 对 碎片 这里主要是希望把观众带到一个另外一个状态 从现实穿梭到那个梦里面 然后这里就是希望通过声音 光影这些东西 完全离开我们张员 离开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 然后进去一个幻梦里面 然后一个感受 回到几千年以前 大理人生活的那个世界 这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方向 对 碎片上 最后是我们的一些关键文物 对 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三四个面具会 在全新项出现 这里结束之后 我们会到第三个房间 星河漫步 光点与碎片交织 梦境里历史重生 三个空间就是从梦里面和夜晚里面 回到现实 也是从夜晚回到那个 回到白天 对 是我们的一个日出的一个感受 我们现在在黎明之前 哦 太阳 对 慢慢要升起 浮在水上 海平线上的太阳慢慢升起 注意就是它是太阳的力量 然后会引致到我们的那个三星 所以古蜀文明对于太阳也是有崇拜 对 对 对 我们都能拿着关系 所以这里才把启动起来 这样去补出力量来 把整个太阳亮起来 然后我们生命 我们是生树 哦 到这里 对 然后启动整个地球上的生命 我们的神树 所以在这里启动 所以现在已经回到了 白天 然后我们可以慢慢回到现实 然后到最后就是展结束 然后离开 然后回到长远 回到现实 哦 回到长远 回到现实 对 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展 直可远观的文物居然可以鼻吻耳听了 可以全感官体验东方的神秘文化 正是这个展最特别之处 首先我们刻意地想做出区别 因为对三星堆这种文物的展览其实很多 对于法国团队来讲 他们会有另外一种洞察 和我们看待一样东西的视角 会完全不一样 但这个完全的不一样 也同时帮助了我们 可能用一个崭新的视角 去观察或者去做设计 比如说他们在空间一一对这个大远环的设计 我们在设计内容上会看到一些 可能偏西方的 偏陌生一点的元素 博物馆方面 他们对展品 或者说我们使用元素 是非常严格的 他们会对我们使用的元素的完整性 它的展示方式 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我们在它严格要求的基础上 会他们做一些取舍 我们会说服他们 这是好的 相当于说是 异文化视角对我们三星堆的一个观察 它反而反映了一个 在更大的视角上 对这个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观感 所以它不但给我们的观众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也给国务馆 给我们所有的研究人员 在审美上也有一个新的视角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趣的 但最终你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展厅里面 我们还是能做到了一些 可能别的展览 展览做不到的事情 做到了其他展达不到的全新体验 自然得到了别的展得不到的全新评价 科技成果转化为文物活化展示方面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精准还原文物的历史背景 使用场景以及文化内涵 实现文物展示形式的 多样化和生动化 让观众能够深入地了解 文物的故事和价值 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 音响系统是我特别非常关心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整个体验 是用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音响系统 可以把在整个空间定位 整个空间的位置 每个声音 所以我们比如说空间R 我们有44个音响 然后可以做一个非常环绕的音响 沉浸续的感觉 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空间R 是以声音为主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是咨询 当时有哪些什么样的声音 什么样的一些乐器 所以我们在空间R 也用了很多的钟 因为当时主要的一个 最早的一些乐器 可能是钟的为主要的一个 所以我们用很多很多的钟 然后我听到在整个空间 所以是尽量还原几千年之前的那个 一些人类的一些感受 这次能体验到完全不同以往的三星堆 要特别感谢光影艺术家 如梦似幻地重新定义了瞬间与永恒 其实这个是一个爱好 我从最早的我们喜欢 在里昂我们有那个光影节 在一些老建筑物教堂上面 做一些光影秀 或者我们在19年 我们在语言里面 创造一个光影秀 其实上海是一个非常适合 做这种光影的一些装置 光影的一些项目 是一个非常国际的一个城市 就是有很多的上海 老的文化和先进的文化 然后还有很多全国的人 都会过来的一个城市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很 结合很多文化的一个城市 又是一个先进的城市 因为上海也是非常开放 感觉坐在这里 坐得是非常舒服的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来体现自己的一些小效力 艺术家说上海适合光影展 究竟有多适合 观众给出答案 感觉就是很梦幻 第一场就是那个 用光轮做的那个 第二场是看到一个 青铜神树在那边 就整体感觉还不错 因为是前几天在那个 电视上面看到嘛 可凡老师那边 正好看到他推荐了嘛 咖啡啊 有一个套票 这边是可以看这个光影秀 所以是顺便过来 就是看一下打个卡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它整个是 跟光影秀的结合 然后你也能看到一些 三星堆比较标志性的东西 我其实进第一个馆的时候 我觉得挺震撼的 它有那个光影 然后背后其实有那个 大力人嘛 然后我觉得它背后 那个光影的轮 跟大力人那个雕塑 整个的包括它镜面的结合 就还是挺有沉浸感的 第二个展馆 我发现它除了就是音乐 跟灯光之外 它其实有气味 它有一些就是 柑橘掉的香气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然后也就是更完整 更全面版 因为我是从庆 所以我过来看一下 感受蛮好的 我觉得很震撼 就是第一次觉得 光影可以把声音 跟这种结合起来 就是我本身其实看到 我都鸡皮疙瘩了 就是有一种那种 跟以前的先飞那种 好像对话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第二个 因为它使用的光影 还是挺好的 用沙子做成的像 一看完这个展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整个看下来 还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我们整个展的 这个光影的技术 包括在听觉上 还有嗅觉上 都是做到非常全面的 而且我觉得它一开始 让我们从大力人的瞳孔 进入到梦境世界的 这个创意特别好 对 因为我之前也去看过 三星堆的博物馆 然后当时适合一些文物 可能感觉还是比较有距离 只是参观的一种状态 今天看下来的话 沉浸感更强了 好像真的进了 大力人的梦境一样 我还听说前面 好像有一个咖啡店 叫我对对对 咖啡快闪电 名字起来也很有创意 可以去看一下 这家咖啡馆 正是我今天要打卡的第二站 而它应该是 现在张元的顶流了 我没想到这么热闹 这么多人排队 主要是因为今天 我们这个大力人的气膜 出来晒被子了 然后给很多的市民 带来一种新鲜的打卡体验 对 我听好多同事 都说了咱们这个对对对 咖啡店 然后我就说我今天 要带下一站的观众 一起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这次呢 也是二创了这样的一个形象 大力人 我们因为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活动 那么我们就希望说 可以打造这样的一个 IP形象 让很多市民 一起前来打卡 它上面还会啾啾 现在是三千斤堆 非常火爆的一个 文创的形象 你们先带我先逛一逛 翠绿色主题 搭配可爱的大力人造型 咖啡快闪电 氛围浓郁 人潮勇动 从店里的客流量 这样就能感受到 大家对咖啡馆的喜爱 已经有很多的嘉宾前来 做了我们的这个店长 那么今天要不你来试试 太好了 但是我不会 你其他的业务上在教我 好 那第一步 我们首先先要穿上一个围去 那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女士店长工作 上岗 说是店长 活一点也不能少干 既然是咖啡馆 第一项任务就是做咖啡 看来我这个实习生 可以开始正式上岗了 我 您来教教我 这个是出小杯型的A 就是冰美式 实际上在我们面前 这个一共有四个龙头的机器 是非常特别的咖啡机 据说在全场也只有两台 它是在工厂里面 就是提前萃取 萃取的时候是经过一个柔化 然后我们的咖啡的浓缩液 就会更加的柔顺滑一点 再通过这个机器 还原出来的时候呢 还可以在里面加入一气 让它还原成 我们有cream 有油脂的这个状态 它打出来的奶泡非常的绵密 可以在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 它都不会有分层的这种现象 口感喝进去会非常的顺滑 它的口味 不会比手工膽做的要差吗 对的 对的 只会更好 而且它的品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因为是在机器里面 直接就是在工厂里面冷练过来 所以说它的对咖啡浓缩液的口感是一致的 感谢黑科技 即使小白如我 也能产出与大师同标准的咖啡 主题快闪电 店长任务的第二条 自然是推广文创 店内的话 大家不仅可以喝到来自三星堆的咖啡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些三星堆的重点的特色的文物的复刻品 金铜重物面具 是我们三星堆非常有特色的代表性的一个文物 因为它的眼睛是呈柱状的突出 耳朵是舒展开来非常的大 也被大家戏称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此外呢 还有现在很符合当代打工人的一个新生 就是我们的一个扭头金铜贵座人像 其实它的真正的原件的话 只有29.9厘米高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贵座人像的一个展示 向大家去传递我们三星堆 不仅有之前大家耳熟能详的文物展品 也有新出土的 然后能够代表三星堆文化特色的更多的展品 喝一杯同名饮品 买几款爆火文创 每一个标准的打卡环节 在这家快闪店都不能少 古老的民宿文化也成为了辛勤流量 基于我们原本的一些三星堆的文物 在上面做了一些二创 同时跟我们四川的一些民宿文化相结合 就我们的冰箱贴 包括我们的盲盒 都是属于将我们的青铜人像 和我们川剧的便脸 喷火 川茶 还有五龙等四川的民俗 做了一个结合 就希望能够在保持三星堆神秘感的基础上 也能带给大家一点贴近生活的 四川风味的 这个冰箱贴的话 结合的就是四川的一个传统民俗便脸 它是有一个互动的 就是在我们青铜人像上面的一个黄金面具 它是可以移动的 硬文创齐背 软氛围也得安排 店长任务的第三条 就是轻音乐快闪 我身边的这四位年轻的音乐家 是来自我们上海青音乐团的四位乐手 好 我们现场的观众把掌声送给他们 好不好 青音乐搭配休闲的午后阳光 路上的行人纷纷驻足 又是一个热门打卡点 在门口就是被他们的音乐所吸引 就觉得挺好听 本来喜欢看音乐剧 这个更加接地气 然后更加有互动性 这边随便逛逛 然后刚好走到这边 看到有表演就过来看一下 我就觉得在这么繁华的街道 然后他们非常的尽情地演出 让我觉得上海真是很松弛 非常美好 像这种高雅音乐走到我们普通群众中间 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 我感觉挺清新挺好的 就是听到心情挺愉快的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形式 然后可以和观众们一起互动 然后把大家能带入这个三星堆的咖啡馆 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其中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其实通常我们都会在室内演 因为室内可能收声效果会比较好 但是室内呢 因为范围比较有限 但是室外大家就更开阔 能够有一个更沉浸式的音乐氛围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颖 和非常特别的形式 我们也很喜欢 快闪这个演出主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能融入观众 这是我们在剧场里面 是不能感受到的 而且我们千音乐团主打的就是年轻化 然后能演奏让大家更年轻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种快闪形式 和我们乐团的调性非常符合 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其中 乐团吸引观众的不仅仅是快闪 还有新颖的编排 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 咖啡文化非常浓厚的城市 那三星堆又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IP 今天能够在这个堆堆堆咖啡馆演出 我们演奏员们也都很高兴 今天的快闪演出 我们特别选择了 由长笛 手风琴 吉他和打击乐器 组成的这一支重奏 那这种重奏的形式是比较新颖的 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 我们这个活动也是在整个 上海国际观影节下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那我们新颖乐团在整个国际观影节期间 还会有其他的演出吧 对 我们还有很多的演出 我们在陆家嘴的中兴绿地和中兴大富广场 之后都会有快闪演出 还会有我们新颖乐团为这次观影节 专门创作的一首曲子叫做穿越光年 那么在28号张元这边还会有一个巡游活动 那我和我们同管重奏的小伙伴 会在现场跟着巡游一起吹号 敬请大家期待 爆棚的人气不只是被音乐吸引 还为了打卡阳台上的大力人 这么可爱的二创形象 当初设计起来也是一个挑战 其实这个大力人玩偶的 这个确定要制作的周期 就是给我们时间很短 就是可能就短短的两个月不到时间 那么其实在这个两个月当中呢 我们也是反反复复打了十几百 因为娃娃的话 它可能你看现在这个造型已经定了 但其实当中所有的这个布片的这个形状 差一点点就会差很多 就会跟我们原来的这个形象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是反反复复地去打板打了十几遍 最终才确定这个形象是比较好玩的 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布料的颜色 和这个布料的材料 对 这个颜色很特别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颜色 因为它是青红当中的绿色 对 青红当中的绿色是和这个布料的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想它竟然是就是是一个青铜的玩物 我们当然说想要是一个最贴近它本身颜色 对 一天逛下来 无论是全感官光影秀的前卫 还是快闪咖啡的潮流 都让我对三星堆文化 生出了从未有过的亲近 这样的创意与灵感是如何产生的呢 其实大力人来了三星堆青红江年华这个活动 是今年上海市国际光影节的一部分 也是SMG和三星堆博物馆的一次共创 其实以前提到博物馆 大家都觉得要看文物 学历史是要走进博物馆的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策划活动的这个思路就变了变 我们希望说可以去把文物打造成IP 用文化创意去赋能这个IP 就有了像我们的咖啡馆 以及还有像是我们陈进展 还有接下来会有的这个巡游派对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体验方式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一个IP 我们希望在未来从上海出发 因为是大力人来了嘛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希望 用大力人作为这个旅行的主要角色 然后从上海出发 辐射到长三角其他地方去 其实也是一次我们SMG手展 手绣手花的一次尝试 希望呢用这种更具互动式的成绩 使年轻人能够接受和喜爱的方式 拉近跟文物的距离 同时也可以让文物动起来 活起来 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加生动地 去了解这段历史 最后还要预告一下 我们10月1号开始 就会有这个根据三星堆文物的符号 提炼出来的一个大型的巡游活动 晚上的巡游 对 是在咱们这个冒兵北部上面 就会有一个非常壮观的 这么一个巡游队伍 也就是我们的三星堆的 对对对派对 相当于是大力人 跟他的一些文物朋友 他的伙伴们 对 一起来跟我们有这场派对的活动 过去未去 未来已来 几千岁的大力人 勇闯上海国际光影节 游走在光影秀 咖啡馆和夜巡游的每一个角落 遥远灿烂的神秘文明 遇见包容热烈的海派文化 一切恰逢其时